他這一次被迫必須要下台 那麼紅山軍馬上就起來抗議了 他們說他們捍衛的是民選政府 那麼這一次他們說 你來看其實這是紅山軍所謂說 民選政府他們捍衛的是 這一個民主價值 但是他們的目的真的是捍衛民主嗎 還是說他們其實想要是 其他的利益存在 因為紅山軍這個盈拉和塔欣 他們就是紅山軍選出來 因為紅山軍 泰國他就是紅色跟黃的 黃的就是比較保黃的保守 我們一般覺得他比較保守 中產階級的 那紅山軍就一般就是農民 就是一般的農民的農工階級這樣 那他們就是認為盈拉 因為從這個他哥哥塔欣的重農 一直到盈拉延續他哥哥 這個重農的政策 所以他當然是支持保護我們的人 當然是支持要補貼我們 要補助我們生活的人 那這樣子的人在泰國 還是占大多數 所以他們當然會說 而且當初盈拉 也是經過一票一票投 把他選出來的 為什麼紅山軍認為 為什麼你可以說 對 紅山軍認為 為什麼你憲法法庭 說他違憲就違憲 然後他就要下台 這不對啊 你憲法法庭又不是我民選的 可是盈拉是我民選的 所以他們才會說 他要求他 就是他要尊重民選的這個結果 所以當然這也是一個 這當然是他們認為 這是一個民主的價值 要去捍衛 因為民選就是人民自主 那既然是用一個 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選舉的方式 把盈拉選出來 那你就應該要用一個 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式 讓他下台 而不是憲法法庭七八個法官 就決議了 對 幾個法官 自己就一致認為好 他該下台 所以紅山軍現在就是 其實在去年開始 去年底開始 紅山軍一直都想要進去 就是保皇 就是漢 不是保皇 應該是說保護盈拉 對 保護這個政府 挺政府 可是其實盈拉這邊的人 他們是希望 你知道就是當家不鬧事 他就是希望這些人 稍微的按捺一下 因為他也怕被泰國的軍方 找了一個失利點 就是認為說 你現在你的那些紅山軍 要衝進來我們 要衝進我們市中心 所以我軍隊必須出動鎮壓 那這樣就是一個 雙輸的局面 那盈拉他是一個執政者 所以他就是一直 其實希望紅山軍克制 那這一次他就下台了 因為憲法法庭 就宣布他違憲 他就下台 他下台以後 現在就沒有了 那個克制的力量了 就沒有一個人去 而且反正已經沒了 那我還要克制什麼 所以現在才會變成是說 這幾天從上禮拜開始到現在 這幾天泰國整個情勢 全國際全世界都在關注 因為紅山軍的人 是非常的多的 只是現在 就像剛剛 以軍特派他說 還沒有進去 他在外面 他可能在漫谷的西方 他在四周集結 但是等到他進去的時候 那就是一發不可收拾 那可能狀況 真的非常的混亂 那麼